早晨 今天首先講一下要文 今天的要文是一宗頗為傳奇的案件 就是貝沙灣有一位女傭和她照顧的 應該是碎嶺大的小姐被綁架 由維多利島港島被人夾到白鄉 但是這位女傭機警得利有忠誠 成功爭脫了這個綑綁 然後求救 甚至據報可能在這個過程中 與綁匪作出對抗 最後成功獲救 警方也隨即接獲報案並作出搜查 據報現在已經拘捕了其中一個人 近來我不知道 還可能看有沒有綁錯人 所以我不知道綁架案究竟是什麼狀況 但是近來綁架案是少了的 因為太多天然 也挺難綁的 現在作為我 因為多利島那裡一直綁架 那裡應該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一個值得綁架的人 一個值得綁架的小孩子 應該是一定有司機 如果沒有司機 那些都不值得綁架 我覺得那個狀況 因為也沒有人報警 應該是綁架後還沒有報警 已經是爭脫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實呢 鬆綁是很容易的 你知道嗎 如果我綁架 如果你是不專業的話 如果你是偶爾偶爾 譬如搞了兩個小時 那漸漸都會鬆掉 明白嗎 你幻想一下那個鬆綁 鬆綁如果經以時間 你一直在爭脫的話 那個結是會越來越鬆的 你一照好識綁 才可以綁一些越整越緊的結 但是什麼年代 還用成結去綁架 不是通常用索帶 是用索帶 為什麼呢 我也不明白 索帶難鬆 要是這樣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這個狀況 都很不專業 可以純綁什麼 而且那個菲庸 都有點醒目和勇敢 我聽到網民留言說 要加薪金 那這個當然要加薪金 但也不是一定的 因為那時候 有一個漫畫家 被劈完之後 怎麼坐上 就劈了另一個 在前面跟他差不多身形的人 結果那個漫畫家 養了他幾年之後 都解僱了他 就是那個捱了刀那個人 這隻刀捱得不值 就是這樣 據了解 相信那位被綁架BB女的家 就是不算是大富大貴之家 應該是幾間壽司店的老闆 壽司店本身賺錢都快 但是你說 是不是去到很巨富的階段 似乎還沒有 都挺難做的 香港的飲飲食業 是的 那警方就想想 生意上會不會出現 標錯心的情況 是的 所以我剛才就說標錯心 原來他那個老闆人 就不太有錢 是的 以往其實通常聽綁架 就一定提出張子強 張子強 標這些就是大富大貴 但是近年 因為除了CCTV之外 也都是跟警方本身那個打擊罪案 那個方針也有關 所以就少了一些綁架 其實綁架很難 你殺人更容易 因為綁架你要儲點心 要收錢就叫什麼 比較難一點 所以本身是一個比較難執行的罪狀 而且你一定有一定贖落程度 如果不是的話 譬如說我現在叫你綁架李嘉誠 那你 除非你經由總機打過去 然後麻煩你 李先生 問你誰 我沒什麼 然後就收你線 你說不是啊 綁架他就綁架他就綁架他 你跟我面心順說 現在不是你很難 你要重重傳遞才能傳遞到 即綁架也沒有用 即是你很難得達到他 即是你不是那麼容易 你知道那個人 你也要拿他的電話 那你難道你問別人 譬如 難道你問別人 誰的電話多好啊 我剛剛綁架他 你不行的 人家實在問你 你怎麼拿個電話 即是你要發個訊息 告訴他 都有一定的困難度 所以現在綁架很難 如果是的話 即是我試過被人綁架了我的稿 拿到我的電腦 那些比較容易 除了張子強之外 還有什麼綁匪是比較出名的 三郎奇案 沒有聽過 聽過但沒有認識 是嗎 三郎案 當初是最出名的 在張子強之前三郎案最出名 已經拍了演戲 是啊 聽過但沒有看過 那戲拍得很好 因為麥當勇拍得很好 說完這個當然還有些國朝大使 據報公務員學院 舉行出成立典禮 也有多名官員 包括中原辦副主任陳東 另外就有特首林鄭月娥 和其他官員出席 在講話裏 特首林鄭月娥表示 公務員學院的首要任務 就是加強公務員認識 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也都要認識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基本法和國安法 同時增加公務員的維護 國家安全意識 亦都可以說是香港首次 在官方層面正式提出 就是說公務員 有必要認識 中國共產黨的理念和精神 以往大家都是很秘技的 就是用國家 或者叫做中國政府 以國這個回避了 執政黨的地位 和執政黨的法制地位 那現在今天就算是 在香港來港正式提出的一次 但是一部分是林鄭月娥自己說的 不是應該全部都是張曉明說的 但是現在這個是講公務員學院問題 不是所有公務員 公務員學院是全部高級公務員 才可以讀的 我想不是普通一個 每個人都可以讀的 其實雖然沒有講 但是古時的時候 那些AO都是要很講 接民地獎精神的 都是要有一個效忠精神 不過現在是特別講多一次 而且大家會覺得 中國共產黨和香港 本身既有的文化 未必一定這麼相似 所以要將這件事再融合 再融合在一起 要需要很長時間 我想低級公務員 我只是年輕而已 必須做這些事情 盡忠報國 我就不知道究竟是去到哪裡 就是中國共產黨 不如很簡單 請黨員就可以了 只是黨員才做到就可以了 所以中間會有一定的磨合 中間會有一定的磨合 因為你不是找黨員 如果你是要做共產黨的精神 那你是不是給黨員 給黨員福利有先 就是這樣 就是福利 給黨員的資格有先 這個一定要有一定磨合 因為你那些人不是黨員 要不就直接 好像中國共產黨 總之高級官員 一定要黨員才做到 那你做得更好 隨著這個國安法實現之後 其實政府很多在講話上都強調 就是一黨 就是這個中國共產黨的憲法地位 等等的要素在裡面 那因為這個就和這個 其他的政治口號 包括這個結束一黨專政 是相違背 所以現在就強化了這個說話 那也有人問 那是不是代表著香港 要正式面對這個黨政統治的情況 如果是的話 那什麼時候開放這個中共的黨員資格 給香港人去報考呢 因為如果你不報考這個執政黨的黨員的話 那你就很難完全很會 連結到香港和這個執政黨的關係 中國黨員不是報考的 就是報考 中國黨員不是報考的 其實你現在隨時都可以申請到中國黨員 你真的可以申請我沒有問題的 他不批你而已 你不批你而已 因為這樣說 其實申請到黨員在中國都很難的 就算你現在說很多 都要十幾個才有一個 那就是有一定程度的門檻 有一定程度門檻 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 那你當然可以申請做黨員 那大家都覺得 中國是應該將香港人入做黨員的狀況 是要條件拉寬一點的 但問題其實就是因為 為什麼他不讓香港人拉寬一點呢 因為如果這樣 會有太多香港人做黨員 那你就會說 那香港人一國兩國 那大家就會很擔心 的確如果這樣的話 會有很多香港人做黨員 就是反正都是 你整件事是這樣的 就是你香港人 我覺得我執政不了 我執政不了 那我就變成在某程度上 你變成以坦公民 反過來來說 香港公民 香港的居民有一樣的 就是在某程度上 它是超越一些 享有一些特權的 那特權 譬如說香港特區護照 那些是凌駕於中國 在中國內地的居民的 但是在加入共產黨方面 就變成那裡 所以就變成大家都有一些 不信超 當然另外一個大家都會討論的問題 就是如果深化了這個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和這個黨政在香港實現的話 那目前的選舉制度 會不會變得很尷尬 我覺得就是這樣 所有的尷尬 都是因為你個人個人的觀感 或者固定觀感 你才覺得是 心中覺得尷尬 沒有什麼 明白嗎 以前的時候 以前的時候 結婚不是處女 都是很尷尬的 但是現在是覺得沒有什麼 明白嗎 那是一個世俗的觀念 那是一個 不是天生 就是不是一個 我們的道 道可道非常道的道 那樣東西 不是一個natural law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呢 不如你反過來 你自己把你寄成 你寄成事實 為什麼那些人 就是民主 是民主 是不是一個natural的東西 你叫什麼道 道和路是不同 道是natural 什麼是natural 譬如說 指五道 你讀歷史 那些就是道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是天然的 你不可以 譬如那條叫做 阿漢通道 你是天然的 你不是人作出來的 天然就是這樣 你不可以超越 做了一條天然的道 那就是道 明白嗎 路就是人為出來的 你會改變 天然的地貌 你沒辦法改變 明白嗎 天然地貌 那樣東西是天然的 就是人類 你不可以改變 你不可以改變 男人色色的天性 你不可以改變 是我們貪圖 貪錢 或者耗人烏魯的天性 那些是牽生的 那些東西是不改變的 但你如果說 名分的 譬如說夫妻關係 男女的情愛關係是天然的 而夫妻的所有的名分關係 是人為的 明白嗎 你現在說這個 你覺得很尷尬 就是一國兩制 那些制度問題 是人為的 不是天然的 人類聚在一起 組成一個共同體 一個政治共同體 那個是天然的 而你是有一些法律 去整他 中間規定了 這樣才是正常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軍合國 那些是人為的 人為什麼叫做軍主國 什麼叫做帝制 什麼叫做共和國 這些是人為的 不是天然 不是天然發生的事情 但那些人經常 很多時候會把人為的事情 當作理所當然 或者換個角度去問 假如這個公務員 是要認識和跟從中共的管治理念 和行政理念的話 那目前的議會 或者議會國裡面的各個政黨 其實他們還有什麼 他沒有跟從 他現在只不過是外國 你只不過是外國 你只不過是沒有跟從 你記住 你記住那件事 議會是人為的 你可以不用議會形式 你可以任何發明 你能發明一萬種一千萬種 政治認識的 OK 行不行 所以是人為的 人為的你怎麼做都行 但問題就是 只不過是你自己慢慢 你自己習慣 自己什麼的 即是婚姻制度 究竟同居關係 一夫多妻還是一妻多夫 一夫人一夫多妻 一妻多夫人一夫一妻 還是一妻多夫 或者集婚 OK 這些是人為的 你人為自己發明的 但是男女情愛搞事 就是天生的 你無論怎樣 你脫離不了那個關係 OK 所以有些天生有些人為 你說什麼議會制度 那些全部都是人為的 人為的可以變 只不過你記住 你要將那些東西拋開 你要學 你要再讀周顯大師的政治課程 你才知道 什麼叫人為 什麼叫人為 什麼叫天然 政治是天然的 但是政治制度是人為的 但是有政治制度 這件事是天然的 你必然有政治制度 問題是政治制度 你可以任何一種方法都是可以的 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 哪有規定我不行 明白嗎 哪有規定我不行 但是你就是規定了 如果男女不搞事 生不了孩子 至少以前是這樣 現在 就算現在來說 你也要一顆精和一顆卵 放在一起 才生孩子 明白嗎 那是你人為的大問題 你只有科學的做法 你永遠脫離不了 一些天然的大道之行 大道當然要走 要走小路 也有其他路也要走一下 有些事情必然要走的 就是安心出行 由昨天開始 到今天應該都不會變 市民要進入任何地 食肆和列表處所 都要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也有不少的傳媒記者 到區區去看那個情況 就發現也有不少人 開始明顯是買外賣 而買外賣就是 他們也都聲稱是 因為不想施用安心出行 這個其實以往都已經存在 也有些人 主要是上了年紀的市民 就是說 這個安心出行就很不方便 用程式不是麻煩 最麻煩是研究食客 夠不夠65歲 或者那個學生 夠不夠16歲 這個反而中了時間 就是他們其實 安心出行就懂得用 反而他們簡直不用用 但是就要確認那個稅數 拿什麼 拿那個叫做身分證 要驗 要他們有權驗身分證 如果不是那位 你搞不定 要他們有資格 要有權驗身分證 所以政府很多事情 就是不得心思熟慮 就是不得心思熟慮 如果是這樣 你那個變成那個 接種要有資格 要不然它很難處理 正如一台有幾個 不知八個人 一台有幾個 一定要有針止 昨天才有一個人問我 那本人的針止叫做什麼 夜明紀錄 那個人問我有沒有終止 我說 我就給我終止去看 真的 我發誓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只給他終止去看 我不知道他沒有 我終止 有終止 我不給他終止去看 但是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原來他問我拿針止 那我就說什麼 因為我一台人吃飯 那一台人吃飯 他有三分二人有 那你說多麻煩 你三分二人有 那你 你又不用每個人 你每個人有更好一點 你三分二人有 那他就數人 究竟你哪個三分二人沒有打 我記得之前網上的時候都說過 其實無論是主辦方還是這個餐廳 好像都沒有權去驗這個針卡 他不知道有沒有權 總而言之他就驗了針卡 他沒有權強讓你驗針卡 不過他有權不讓你進去 那這就是麻煩各位所在 你既想三分二或以上的人 去同來吃飯的時候有針卡 但你原來是沒有一個權力去驗 你有權力的 他有權力不讓你進去 於是你讓他看才讓你進去 那就有權力了 明白嗎 如果你不讓他看 他有懷疑他可以不讓你進去 正如戲院 他說未滿18歲不准進去 那你應該隨身當自身分證 於是他說 我沒有權力 警察才有權力令到你自動叫身分證 不過問題是他有權不讓你進去 我有懷疑我就不讓你進去 那你要令到我沒有懷疑才行 於是明白嗎 你拿著飛機但我懷疑你不讓你進去 所以那個權力是分得很清楚的 OK 另外就是因為檢查這個年齡的情況之下 搞到現在都有點行手阻滅了 也有人問了 其實為什麼一定是限制16到65歲 其實如果一個疾病是經呼吸傳染 而他也是所有人都患病的話 不是應該應該16歲或以下 65歲或以上都仍然要使用安心出現嗎 情況就是這樣 情況就是因為很多國家都有採用這個狀況 因為那些人是不是那麼容易 第一那些人因為可能他不是那麼方便 因為那些已經是國際標準 很多國家不只是中國 很多其他國家都是用這個標準 因為很多人過了15歲就被很多人打針 是不太方便 16歲也是打針不太方便 而且你看到數據的侵犯不太大 如果是這樣就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其實政治都是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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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這個就是如果這樣拗的話就沒得拗的 因為你說如果沒有成年說 你發生性後危 為什麼你以為是16歲呢 15歲,15歲,35歲,35歲,364天這樣可以嗎? 差一天,差一個小時,但法律上不行,因為免得麻煩 那樣東西是一個,66歲可以嗎? 這個是要來爭論的,因為很多法律都是這樣 法律就是因為免得麻煩,如果再用這些方法來爭論 你一輩子都爭論不定,再差一天可以嗎? 所以我認識了一個人,他認識了我女朋友 那個人是很出名的,女朋友也很出名的 我免得去說誰 那時候那個男人是30多歲 那個女朋友是15歲多,他開過生日派對 在酒店下去,說的是30年前的事 一個女生過了生日,那12點就走上去 大家證明了這件事,夠時間了,那就上去 或者他們可能問出發點並不是在於挑機 而是問既然16歲或65歲或以上打針是不方便的情況下 是否更加應該在其他方面做足呢? 從而令到漏洞減少呢? 例如說既然他16歲或65歲或以上打針是有難度的 那是否更加應該要數安心出行 以及要定期檢測才會更理想呢? 因為他們不能打針的情況下,他們的風險會增加 這是有一定的,這是有一定的 現在規定65歲就是 即是覺得16歲或65歲 數安心出行那個是 即是不是那個什麼 因為16歲以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覺得他沒有錢 即是你不可能沒有錢 其實16歲應該是更加容易,更加會數安心出行的 但其實現在的困難,尤其是現在派電話 如果派電話的話,可以將那個年齡降低 可能降到8歲以下 即是時代要變的 譬如我讀書的年代都還在討論中學生 是否應該戴手機上學 不過現在我想都難以再限制 特別是如果要防疫的話 其實更加應該要讓他們帶 即是不能夠使用 你可以戴,但不能夠使用 即是你上課的時候,你不能夠使用 即是你上課的時候,你不能夠使用 即是要考一下這個老師的觸手機的功夫 不,那你不能夠使用 你戴其實沒問題 所以你戴,你很難 你以後沒有手書包權力的話 你就很難控制別人戴 不過中學有手書包權力 有,有 所以今天暫時都去到這裡 好,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我多謝大家